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一下赵干部 我们家的定居登记 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撤销下来啊 为什么呀 当初你家可是最积极的 第一个在登记表上签字的 怎么突然就变卦了 家里人想要商量商量再定 你们当时不是商量好了吗 你们做这些工作都是这样 等你们把草原定居 这件事情忙完了以后 排排屁股就走人了 而我们这些牧民 还是想在草原上生活 这样安稳一些 老师爸 这话谁跟你说的 反正我不签了 是不是丧吉跟你说的 赵干部给你们 我也不签了 别 别走啊 大家不是认可了 定居的好处比游孟多吗 要不我再跟你详细说说定居的好处 别走啊 反正也没有 我不签了 阿嬷 明天我就带你去草原上 最好看 最漂亮的地方 去拍照片啊 好 好 丧吉 是不是又是你在背后 鼓得大家不要定居 我可没说 不是你是谁 就是因为你这张嘴胡说 本来已经跟我签了定居协议的 牧民过来跟我取消了 喂 赵干部 你是哪只耳朵听到是我说的了 赵干部 我跟你说啊 我只知道我们牧民啊 这个祖祖辈辈 就跟着这个水草放牧 跟着水草过日子 我们想在哪里搭帐篷 就在哪里搭帐篷啊 图的就是一个字 方便 两个字 冯雅 你不想定居 没问题啊 可你别拦着别人定居啊 你们可以啊 为了方便管理我们是吧 把我们流洋家当啊 全部圈在一块儿 你说放牧那么远方不方便呢啊 丢你马 提什么呀这是 我这么做到底为了谁 走 走 快走 赵将长 你冷静一点 你现在这样 只会把事情越搞越乱 我来解决行吗 唐靖 不是 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你跟我打赌输了 答应要住一晚上 你就借这个机会来韩大家 别搞定居是吗 杨干部 我没有乱说什么啊 我是提醒大家不要上当 这怎么又上当了呢 你上什么当了 杨干部 你跟赵干部都是下来挂职的 你们迟早有一天是要走的 你们把定居的事情全部弄好了 回头调走了 那我们呢 我们有问题去找谁啊 这个莫名定居的事 不是我杨耀珠说的 也不是哪一个干部说的 这是国家给予牧民的 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呀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们过上 稳定 健康 方便的日子啊 好 就像我杨耀珠今天走了 明天还有张耀珠 王耀珠回来 继续实施这个政策的呀 再说了 往后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干部 来管理牧民新村哪 我跟你说 我谁都不认 我只是你杨耀珠 如果你走了 我们找谁去呀我们 我刚不是说了吗 我走了以后还有领导来 继续实施这个政策啊 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呀 我求你了 杨干部 你别再说了 你们最喜欢拿大刀 你来护我们呀 你不走 他们也不走 好 我走 可以了吧 她们发 吓死你的 姚夫县长 我置身一日 大老远的总监苏来阿霸州 支持他们的工作 整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家里人不理解就算了 可是现在 牟民们也不支持 你说一个定居的工作 两年了也没有什么进展 乔县长 这个 你为牟民做的这些事啊 是有目共睹的 你知道这个藏族同胞 不太善于表达 所以嘴里不说 但他们肯定都记在心里呢 姚副县长 你就别跟我打关枪了 我知道 就连你心里也瞧不起 我觉得我工作能力不够 张晓晓 我绝对没有 我一直觉得你的工作 是非常辛苦的 我想通了 莫名定居这件事情 如果丧鸡他们实在不理解 那我就不劝了 我能力有限 你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你可让我的家逐劝 目桌上 我也从壶 Patient 阿俊 看着我啊 看着我啊 盲到我 阿满 换个姿势 阿满 怎么了 来 慢点 往前 阿满 阿满 那你这是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浑身的关节疼 动不了了 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吗 都晒晒太阳 就没那么疼了 高眼上 得这种病的人很多 那您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难道三级没带您去医院看看吗 医院太远了 不方便 我听杨干部说过 是因为我们高原上气候寒冷 住帐篷挡不住寒气 人受了寒气 就会容易地关节炎 所以政府要我们搬到装瓦房去住 冬天有电暖和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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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听这些没用的 其实 杨耀周这个人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 他这个人做事的方式或许有问题 但绝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去年我生病的时候 是赵干部连夜从原木点 把我送到卫生所去的 他是个好人 我想杨干部人也一定不坏 桑吉 木迷新居的事情 我会再去了解一下 也会尽量地说服杨干部他们 找到一个你们既愿意接受 又对大家都好的方法 其实杨干部这个人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跟他做朋友啊 有什么事情 大家也都能商量着来解决 如果他不找我们的麻烦 我是不可能找他的麻烦 是吧 是 是 来 我帮你们三个人拍张合影吧 好啊 好啊 好 谢谢 慢点 我要 来 靠近一些 拉这 拉这 三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干部 你没有看到昨天那个夏老师了吗 你没有看到昨天那个夏老师了吗 没有 阿玛拉 看到那个夏老师了吗 没有 没有啊 你看到了吗 没有 公布 看到夏老师了吗 看到去拍照了 桑基去月亚晚放牧了 说夏专家给他们拍照 月亚晚去放牧 对 今天一大道就过去了 这不是胡闹吗 好 桑基 杨 杨干部 你怎么又来了 桑基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昨天你带着大家本队定居 今天你又带着大家来这边放牧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月亚湾已经是进牧区域了 过度放牧会破坏这一带的生态 你是听不懂吗 谁听不懂了 我今天只是想让夏专家 给我的阿玛在这草原上 最好看最漂亮的地方拍个照片 我家的牛没人放 我只能带过来了呀 再说了 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你什么牌子呀 怎么就不能放牧了呀 好 没关系 你现在听好了我告诉你 县里已经批准了 从昨天开始 月亚湾已经正式成立进牧区域 既然是进牧区域 我们就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定 桑姐 你想一想 你今天跑到这儿来放牧 明天就其他的牧区 也会跑到这儿来放牧 如果我们这样下去 进牧还有什么意义 好了 你现在赶紧带着你的牛群 离开这里 今天我就在立牌子的啊 洋干部 不是 洋干部 我都收了 今天是为了我阿嬷拍照片 我牛没人往前 弄到这个地方来的 你今天拍的不是你 我都好看 industries 都好看 你 upper 摆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你这是怎么了 今天在月牙湾的时候 和桑基起了点争执 被桑基推到水里去了 我这一天没去 怎么就闹成这样 你没事吧 没事 赶紧喝点热水 暖暖身子 一会儿要赶紧把衣服换了 我们红园的平均气温只有零度 草原的水病往自古 谢谢 冬感冒可不是闹着玩的 今天 确实是谁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和牧民打交道 总是摁下葫芦起了瓢 每天都有 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 你在这儿多待几钱就知道了 那 我先回招待所去了 夏柔 我想跟你谈一下 那 那 那你们聊 我先走了 你这次来月亚湾 本来以为你是帮我给牧民做工作的 结果呢 你不但没有帮我做工作 反而纵容丧吉他们的进牧区去放牧 这点太让我意外了 耀州 我确实不赞同你们的做法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可是你说我纵容丧吉到进牧区放牧 这也有点过分了吧 今天 我本来就是答应他到月牙湾 帮他阿嬷还有其他的牧民们拍一些照片 而且你们的进牧牌子也没有力 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是进牧的 这种情况下 牧民们放牧合挫之友 牌子虽然没有力 但是昨天我在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呀 你这不是纵容他们又是在做什么 至于你说的那些个不应该干预 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我承认 以前确实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其他地方 也没有像青藏高院这样海拔高的 牧区吧 这边平均海拔多少 三千五百米以上 严重缺氧 连开水都烧不开 所以你说的 牧民传统的带着帐篷 住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根本就抵抗不了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 所以你想想 这边 大股结病 包虫病 先天性心脏病 还有白内障 什么病都发 而且医疗 通讯 教育 都是问题 这些完全没办法 跟其他牧区的自然条件做比较 所以我跟你说 政府部门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 而且在部分地区 我们也做过试验 发现效果不错 才推广的呀 这是为他们好啊 你怎么能用这种片面的观点 来反对扶贫举措呢 好吧 你说的这些我承认 是我想得太少了 我也不说上你要承认错误 但是你不知道 在阿爸之后 做一件事情太难了 我真的感觉自己 就是在长征 翻国雪山还有草地等着我 后面还有我阿爸这个追兵 撵着我 算得上是步不经心了吧 现在还加上你这个狙击兵 我还以为你是我的后备军长 姚舟 我知道你的用心肯定是好的 可是你也要顾及牧民们的 心情才是啊 事情无外乎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你们觉得好 牧民们觉得不好 而另外一种 就是你们的宣讲不到位 没有让牧民能够完全地 理解政府的用意 今天这件事情 我确实有责任 这样吧 等待会儿赵先生回来 我再跟他解释一下 不用了 天爷不早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那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好好休息吧 今天的事不管怎么说 还是你做得不对 一会儿洋干部来了 你给他认个错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给他认错呀 你把人家推到谁里去了 应该给他道个歉哪 我去 桑姬 桑姬 桑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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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贞 达箴哥 怎么了 阿嬷 那个桑吉哥让我帮他数牛 但是数来数去 我都没找到万九那头小牛 桑吉哥 桑吉 桑吉哥 快醒醒 桑吉哥 桑吉 万九找不到了 你说什么 万九找不到了 桑吉哥 万九 嗯 哎哟 我没 哎呀 你慢点 桑吉哥 你去哪儿找啊 去月牙湾 我白天在那儿放的牛 他肯定在那儿 天都这么黑了 明天再去找吧 不行啊 我安九是救助军赶的 桑吉哥 我必须找到他 撤好 你在这儿呢 怎么了 来这儿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桑吉那牛丢了一头 他醉醺醺地急着马 上月牙湾找牛去了 都俩小时了还没回来呢 俩小时了 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又是桑吉 这边晚上气温特别低 如果找不到 会很危险的 这样吧 我现在马上去月牙湾 你也找几些牧民 去找一找 咱们最后在月牙湾会合 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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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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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快去 快去,快去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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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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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 放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姐 她姐 你没事吧 我不要眼球 眼球 你的腿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啊 来 快起来 快 来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你来牵着你们干吗 我不送 住手 我不要 住手 去 去 去 快救 快救 你是不是不能 快救 有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我先送你去医院 一会儿我过来接她好不好 接 接 接她 我接她 快 lista 快 太好了 慢点 什么东西 大姐 我这是坏的 咱俩去吧 去吧 去吧 三姐 没事啊 她们马上来进我们 来 起来 快 我 我不行了 我这就不行了 你把我救带走 不然要干吗 不不 三姐 三姐 我是不会落下你的 你想想你阿妈 你死了你阿妈怎么办 阿妈 你阿妈怎么办 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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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别睡啊 我干不得了 你不会死吗 小姐 你可别乱想啊 我们俩谁都不会死 只要你别睡觉 好不好 你骗我啊 我不骗你 小姐 只要你别睡觉 她们马上就能接我们 不许睡觉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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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觉 你跑 你别睡觉啊 不是睡觉明白吗 你 阿住 他们马上就到了 不是 不是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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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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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 洋云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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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没事 你吓死我了 你才吓死我了 大晚上就跑出来 这边郎都把你叼走了怎么办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是这个 啊 我没事 静长 三几年 将军怎么样 我已经安排了两个牧民 排到剧线医院了 我先送你俩去乡政府 然后就去剧线医院 这大草原上 晚上都一夜出 还真是危险 而我们瓦半箱啊 就有几百家牧民 全部散去在整个草原上 一道风雪啊 大风御景 我们就一户一户地找 一个一个地通知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耗在这上面了 你不敢保证 都能及时通知到啊 每年都有人 在雪地里冻死 迷路 像江湖县长和桑锦这次 幸亏我们得到消息及时 算幸运的了 难道就不能 打电话通知吗 打电话 这可是草原 他们的帐篷 一天换一个地方 难道我们要把电线 都一根一根地 给他们牵过去吗 所以政府一直在力推 顾民定居 只有这样才能从医疗 教育 通讯 还有救灾减灾等方面 切实地改善路民的生活啊 夏柔 你也敢 下午在乡里 我不应该跟你那么讲话 我当时情绪太激动了 我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个 再说了 是我自己不了解情况 我刚知道国外的学者 反对政府败运入ıyoruz 原生太深刻了 就剩满硬泡了 不是不是 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的错 你看我也没有把 秘密并居计划来龙去马 跟你讲的 所以你不清楚 还是我的错 不是 真的是我的错 我看啊 还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在这车上 当电灯泡 你这孩子 总算回来了 可把我气死了 妈 妈妈 你不是说过吗 有贵人相助 算是不会死的 妈妈了 杨父县长 妈 你坐 我是来看看桑姐的 桑姐 你的腿怎么样 桑姐 杨父县长来了 没事 杨父县长 您这次 是我们桑姐的救命恩人了 妈 你可千万别客气 我应该坐着啊 这个桑姐的腿没事 那我就先走了 如果有什么事 你来找我 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嘞 好的 谢谢 谢谢 别客气啊 慢慢来 我先走了 谢谢 好嘞 好的 杨父县长来了 你也不谢谢他 桑姐 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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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亏啊 我们都住在一起 互相有一个照应 不是像昨天那种情况 大晚上的你跑出去 草原这么大 谁知道你跑哪儿去了 我们哪儿去找你 是 好 兄弟我懂了 我在三天之内 就搬来定居点来住 真的 三天之内我绝对搬来住 真的 这腿也受伤了 这牛也放不成了 兄弟 你说我以后怎么挣钱呢 你都不是说了吗 你来这个牧民定居点 以后有那么多的邻居 你可以让他们帮你放牧啊 比如拉阵阿爸 他每天不是要放他们自己家的牛吗 顺便帮你放一下不就好了吗 这 我这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 这老是去麻烦别人 这也不好吧 再说了 我又没钱 以后怎么去回报他们呢 三姐 我发现你其实是个 挺同情达理的人啊 我的事有一个办法 看你行不行 什么办法 你说 兄弟 你这个牧民定居的房子 可以修一个民宿 接待游客 你不就要收入了吗 你又收入了 你就可以回报给那些 帮你放牧的人 杨干部 你是什么时候都没忘记 给我下套呢啊 我可没给你下套啊 这件事来龙去脉 我都跟你讲了很多次 你自己想清楚 做还是不做啊 兄弟 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会听你的 可问题是 我现在真的没有钱 走这民宿 你真的想做啊 真的想做 好 如果你真的想做 我可以借钱给你 这个民宿建起来以后不赚钱 这个钱你不用还我 这样呢 至少你把牧民的定居点搞定了 你以后可以住在民宿 赚钱了 你就把钱还给我 不是 你这个做的是亏本买卖啊 我们俩是兄弟 我怎么可能让你做亏本的买卖呢 你别着急 等我把话说完 我投钱了 我肯定有条件 我的条件就是 这个民宿建起来 如果真的赚钱了 你得帮我好好宣传 这个定居计划 还有 你在这边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以后必须要支持赵干部的工作 还有我的工作 好 我就听兄弟的话 反正这个钱哪亏了 也不是亏我的钱的啊 来 喝酒 喝酒 那这件事咱俩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来 这次收集了不少素材吧 其实 我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就在想 如果没有真正了解牧民的生活 看到的 就只是照片表面上的那些壮美 和原生态 根本就不知道 在这些自由潇洒的背后 是牧民们缺水缺电的艰苦 甚至因为卫生条件差 小病脱成大病 甚至病死 是啊 小伟你知道吗 这几年啊 我看到有太多的人 来到藏区 拍几张好的照片 称赞几句 原生态有多好 然后他们就回到城市里面 舒舒服服地吹着空调 可是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是真心想帮助他们的人 你只是 对当地牧民的情况不了解而已 还有啊 你拍的这些照片 非常地珍贵 你记录了牧民定居之前 他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说 这是要被淘汰的一段历史 但还是非常有必要记录下来 它可以让将来的孩子知道 自己的祖先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杨干部 来了 所以 还可以让他来在恺人的生活上 还是什么 医生人的生活上 ann课 尤其 你们 在这些照片上 不准备 还有 我们 这些照片的照片 就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俩会好好期待他们的 是的 是的 谢谢苏专家 当然没有问题了 好啊 那太好了 我走以后 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 三姐 你要看好你们这个洋干部 他可是干起活来不要命的 夏专家 你放心 洋干部救过我的命 他是我的兄弟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师傅 慢点啊 可以 拜拜 拜拜 你今天有点不大对劲 我啊 我怎么不对劲 别瞎说 夏专家 以前你跟夏专家的关系 都不一般吧 我都跟你说了 他是我南京商大趣事的朋友 老相识 老相识 是老相好吧 杨干部 在草原上 兄弟之间是不能撒谎的哦 三姐 反正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 你不懂 哎哎哎哎哎 我不懂 我当然懂了 你懂 你懂 那你就把自己娶媳妇的事 搞定了再说 哎 兄弟 你不能看不起我啊 我问你说 我呢把张家乐开起来了 然后我挣到钱 先把你的钱给还了 然后呢再攒钱找老婆 说不定啊 我结婚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人哦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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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